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布拉多 周一3月1日与美国总统拜登分化 分化时墨西哥总统表示 保持邻国之间的良好关系非常重要 各国必须协调促进发展 他说我认为保持良好关系 能够定期就双边事务进行对话 是非常重要的 是基本的 我已经知道彼此有保持良好关系的意愿 面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明显的发展扩张 北美国家要按照贸易协定内容走向一体化 让整个北美在经济上 商业上 自我补充 自我整合 这将加强我们的实力 洛佩兹奥布拉多还补充 互相尊重两国的主权是关键 他表示他感谢拜登希望两国建立平等关系 他说你希望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平等的基础 要尊重我们的主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合作发展 当天早些时候 当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被问及 美国与墨西哥分享新冠疫苗的前景时 普萨基表示 政府的重点是确保每个美国人都能接种疫苗 他还说一旦完成了这一目标 美国很愿意讨论进一步的措施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想